我肯定告訴你 絕對沒有煽動其他人犯法的行為 I will now recap in English 我再重新一次是絕無其事 You have asked quite a number of questions 多謝你的問題先 2014年的佔中 令到當年警隊發言人4點鐘 許Sir一炮二號 剛才聽到許Sir的金句 有沒有勾起到你的回憶呢? 21日是最後一天的許Sir 原來在79天佔領行動中 大大話話主持過33場記者會 當時每一天都只是休息兩至三小時 就憑抬頭的八個字 令到他堅持下去 就是揭盡所能 無愧於心 非法佔領事件 亦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們幾多行動都是前所未有 他的複雜性 覆蓋性 和時間都是很長的 每天發生的事其實都很多 就是靠這八個字 我很不容易才可以捱過 一個這麼艱辛 這麼漫長 這麼挑戰性的日子 許Sir加入警隊就快32年了 不好意思 算他年輕時做過少年警訊 是44年才是對的 四點鐘 許Sir這個稱呼 可以說是他當差生涯的意外收穫 有這樣的稱號 當然我猜不到 我相信各位都沒有 但是我跟朋友接觸 他很多時候叫我 四點鐘 或四點鐘 許Sir 他的樣子告訴我 是很善意 很開心的 就算我現在的WhatsApp 大頭照片 卡通 我也是用四點鐘的複雜頭 我希望大家看到這個複雜頭之後 亦都開開心心 迎接每一天 這就是我的想法 這次的訪問 特意安排在四點鐘舉行 回到許Sir以前經常開記招的地方 感覺非常踏實 好像從現場勾起很多回憶 尤其今次的認識不同 今次是一個退休的訪問 所以心情都有點不同 其實真的都很不捨得 敬對這個大家庭